其实过去民进党呢 就曾经有偷偷改过了 这个民主基金会的董事的名单 让这个民进党的硬是比别多了一席董事 被抓包之后才又改回来 拉掉了罗志正 现在呢似乎是又想要偷偷来开会吗 还怪韩国瑜迟迟不肯来开会 那么今天甚至是还有呢 好几个过去也有接受过民主基金会 补助的团体跑到立法院去抗议了 他们痛批说这个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 不可以沦为政治仇佣 一定是要具备人权还有民主的专业 而且一定要支持香港西藏 还有新疆的民主运动 他们说支持民进党主张的执行长的人选 必须要透过民主的协商来决定 好我们先不说这些团体过去 其实也确实都有浓厚的青绿色彩 而且呢洪生汉委员先天不是还说 他说不可以让韩国瑜当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 理由就是因为有一些公民团体很担忧 就像马上就有公民团体出现来配合这样的一个说法了 所以过去外界也都是质疑说 是不是其实绿营就是真的在拿民主基金会的钱来养一些侧异呢 如果说绿营硬要扯说是韩国瑜提的人选 没有人权专业的话 那请问现在这个执行长黄玉玲的专业是什么呢 因为他的经历看起来就是林佳龙去哪里 他就跟着一起帮忙做事情嘛 那依照绿营的标准的话 那像他这样的一个经历 是不是有资格可以担任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呢 志祥怎么看 民进党在民主基金会这件事上 充分展现了他的死磕精神 死磕到底的精神 基本上所有东西的胡缠慢打 然后发现人民也不站在那边 他就另外找战场 第一开始民进党是根本没打算 让韩国瑜来当民主基金会董事长 他就是要打破惯例 因为事实上过去民主基金会的成立 就是为了国会外交 那就是因为外交处境的困难 所以当时让王金平来当 这个民主基金会董事长 就希望国会能够扮演一个 弹性外交的功能 说当然是立法院长来当董事长 然后结果发现第一关打不过 退了 他们想要第二个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董事长平常也不可能 你像立法院长这么忙 他平常怎么可能去管基金会的事情 所以实际上基金会真正的执行者 就是执行长 所以民进党现在第二战场 就开到哪里去 就执行长 吴世耀其实已经画出民进党要的东西 就是执行长必须是总统的人 我大民进党要的人才能当执行长 所以一旦执行长是民进党控制住之后 他就可以对上去什么 卡韩国瑜 各位 民主基金会的董事会 要不要让韩国瑜当董事长 是卡你一次 对不对 卡不卡 执行长让蔡英文的人上去 让赖金人上去 就卡你生生世世一直卡到底 以后你就看到每天执行长就是找一个像黄玉玲这样的人 然后呢 开始一直在跟你韩国瑜弄来弄去 那请问你 你韩国瑜你要不要理他 你要不要管他 你要怎么做 我跟各位讲民主基金会章程第17条讲得很清楚 本会自执行长一人 由董事长提名 经董事会同意后临聘之 执行长受董事长指挥监督 众离本会所属职务 各位 是受董事长指挥监督 那当然是董事长 要找谁来搭配他 才有办法去指挥监督 董事长请问韩国瑜怎么去指挥监督 蔡英文 赖清德找的执行长呢 所以民进党基本上根本是在扭曲 民主基金会设置的宗旨目的 也扭曲民主基金会的章程 那我跟各位讲 我觉得民进党的算盘是很简单 第一个民进党已经没有打算 卡韩国瑜董事长这个位置 但是董事长这个位置 对民进党而言是个 更大的坑等着你韩国瑜去跳 你如果接着董事长 我要的就是执行长是我的人 如果这件事情到最后是 民进党的目标成功 就我刚刚讲 马上后面这四年 韩国瑜没完没了 民主基金会所有事情 执行长干了所有事情 就是出了事 韩国瑜要去背 然后呢今天 做任何事情 他爱怎么做 基本上他也不理你韩国瑜 对 然后呢 你看到过去那些他们的补助乱七八糟 胡搞瞎搞的补助 那一笔账也有永不见天日 因为这个新的执行长 一定跟蔡英文要的第一件事是 绝不查账啊 那再来就是 如果说今天韩国瑜 4月10号我认为就是一个坑 韩国瑜去那边的话 董事会董事长 我认为民进党可能不敢不同意 不敢不让他当董事长 可是他当董事长之后 他提名的执行长 我跟你否决啊 15席他9席啊 他不通过 韩国瑜就当场执行长 提名的人不通过 你被打脸啊 那请问你韩国瑜当下如何自处 你要接受他们推荐的人吗 还是你要再提一个人 他再打脸你一次 再提一个人再打脸你一次 再提一个人再打脸你一次 所以民进党为什么4月10号 突袭式要来弄韩国瑜 很简单嘛 他已经挖好一个坑在等韩国瑜 那再下一个什么 就是说基本上 民进党的战略目标 我觉得很简单 他们也算盘拨一拨拨过了 今天如果跟你韩国瑜 跟这个韩国瑜 跟民主基金会要死磕到底 最后结果是什么 最后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今年 我们立法院要来审民主基金会 预算的时候 抱歉我是没有办法接受 今天韩国瑜不当董事长 民主基金会 那这基金会没有存在的功能 预算我绝对给他删到一块钱 象征性让他也挥持一块钱 其他通都不用过了 可是即便如此 民进党也很乐意啊 为什么呢 他觉得一亿五千万 对不对 我与其让他变成零变成一 对不对 我也不要让你韩国瑜 可以主导这个预算 所以民进党在这整件事情上 我觉得他是已经挖了好多的坑 设了很多的战略层次 战术层次 要来想办法去扩大 所谓的去卡韩国瑜这件事 当然我必须讲 我觉得目前社会大众 对这件事是反感的 对民进党这样死磕 死磕韩国瑜 死磕民主基金会 然后霸占民主基金会 不放的这种所谓的那种傲慢 民众是不满意的 可是民进党下来 我讲到死磕精神就在于说 他觉得你不满意 反正你可以不满意 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 两个月 我搞你四年 我看你还记不记得 所以民进党下来做法就是这样 所以他这件事情 你看他从来没放弃 他已经踢了好几次铁板 在民主界跳 但是没有放弃 现在他就踩一个新的线 就是执行长 必须是蔡英文跟赖清德的人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很难确保 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也因此越来越多人 选择在生活中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 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 肝氧红肿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金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对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美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K